我们在搓的过程中呢 大家记住啊 随球来改变拍形 随球高度来决定引拍高度 我打个比方 如果说对方球高怎么办 我还在这儿 那我在搓的时候是不是怎么样 哎 哎 我怎么样向前推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要怎么样 手拿高一点 球高 手高 球低 手低 球再低 手再低 大家理解不 球多高 手多高 球多高 手多高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呢 切记不能什么 球高手低 球低手高 出现搓漏的情况 也是大有所在的 为什么会漏掉 球再往下走 我们人呢 在球台上面 所以说 击球点 击球点 我们在搓的过程中 可以找高点 也可以找上升期 根据球来定 以我们业余球友的习惯呢 当我们上位以后 球都已经掉下来了 很容易掉到下降初期 或者是高点期了 这个倒无所谓 主要是根据我们判断来说 我们要随球的高度来决定 我引拍的高度 是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一定要跟着球走 千万不能 手低 球高 在一搓的时候 就容易怎么样 你看 推出去了 如果是球低 手高 这球就很容易怎么样 搓漏 这种情况 看 所以你的这个拍子的高度 要应求而 我应该是比较高 谢谢大家